好,在这段中我们要讲的是 台湾银行顾客满意度调查 台湾银行在8月中的时候 提供了一个叫做 顾客满意度调查的一个QR Code 这个QR Code呢 是针对每个分行皆有的 然后呢,你注意到这个QR Code下方就是 你现在所在的这个分行是 台湾银行的哪个分行 它的编号是几号 这样子 然后呢,当你用手机去扫描这个QR Code以后呢 它会自动显示出它的一个网址 显示出来后呢 你只需要点照访网址钮有没有 它就会进入到那个网页里面去 那这个网页呢 基本上呢 它会自动把分行的代号 分行的名称自动带入进来 然后你只需要对 下面几个项目呢 点取你的满意度 点取你的满意度 那玩家说你觉得有什么意见想要提供给台湾银 参考的话呢 你可以点这里 第七项啊 对本行资宝规议件 填在里面 你有什么抱怨 你也可以填在里面 当然是呢 因为它这边有一个要求就是 你一定要干嘛 实名制 你必须要填入你的姓名 跟你的电话 然后呢 都输完以后呢 再验证码打上去 在这里 打上去以后呢 直接按送出 有没有 那基本上来讲呢 台湾银行就会收到您的宝贵意见 这样子 所以以后呢 玩家说你有对台湾银行各个分行 去做一些工作上的一些东西啊 就是存款啊 汇款啊 或者是说贷款啊 或者开户啊 你有任何的意见 或者觉得任何有问题的地方 都欢迎你可以提供意见给他 所以这个我只是来介绍一下 他们最近提供的一个活动